看似正常的男人只是不经意瞥了小女孩一眼 下一秒便直接胸向毕露化为狼人模样 在这个世界里 如此情况已是屡见不闲 说不定知性大方的美女 隐藏起来的真面目其实是恐怖的女物 看似温馨的格林童话 背后却充满了黑暗 小红帽 蜗剧姑娘 白雪公主都不是表面展示的那般美好 她代表着她 而是一踪踪毛骨悚然的罪案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暗黑版童话 格林 只是因为这个红衣女孩每天有尘跑的习惯 这天她按照自己的预定路线一路前行 可谁料半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可爱的玩偶 女孩健壮连忙停住脚步 缓缓上前后就拿在手中开始把握 奇料悲剧就在此刻突然发生 很快 接到报案的警探们就赶到了案发地底 看着衣物被撕裂成无数碎片 整个现场涂剩一个爬满苍蝇的断笔 而尸体的其他部分还下落不明 惊艳老道的尼克第一反应就是遭遇了猛兽 可很快这个推断就被警员封闭 因为现场留下了一个人类脚印 相信凭借着这个线索 凶手的真面目很快就会迷茫起来 不曾想救在两人离开时 小黑却被一阵声音吸引 而这突然发现的线索 此后将会成为两人缉拿凶手的决定性证据 而之后根据现场脚印和残肢的分析 很快他们就锁定了一款马丁靴 还顺利地从报案的女大学生那里 成功得知了受害人的具体信息 谁料就在事情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时 就在不远处的乡镇 穿着同款马丁靴的凶手又开始展开了行动 根据报案女孩的父母所言 他们平时并没有仇家 因此无法理解为什么女儿会突然消失不见 随后在警方抽丝剥茧的调查下 尼克得知女孩失踪前穿着的红色外套 与第一桩案件里死者服侍的元素如出一转 男人的第六感告诉他 极大可能凶手就是同一人 而为了能快点救出女孩 尼克两人随即便来到女孩放学的路径上 进行着摸牌工作 而在两人的细致调查下 很快小黑便发现了线索 看来女孩放学果然是来到了此处 更让他们惊讶的是 现场还发现了同样的邪忆 尼克随后立马跟着脚印穿越了丛林 而在这里 他正巧发现了一个男人走不出来 更为诡异的是 在一个小女孩从他身边经过后 他的面容便直接化作了狼形 这一幕却并未让尼克震惊 因为在此之前 他已经见过太多类似的怪兽 不仅遇到过披着人皮的女巫 也逮捕过化作人形的蜥蜴管 通过家族留下来的笔记 他知道世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妖怪 而根据自己此前的了解 嗜血的狼人生性极为残暴 看来凶手一事一事板上钉钉 见男人朝自己袭来 狼人连忙转身打算躲进屋内 其料凭借着过硬的脚印 还是让尼克成功抓住 很快 警察就将狼人的住所层层包围起来 开始搜索着女孩的踪迹 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无论他们如何绝地三尺 却始终未能发现蛛丝马迹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将一犯释放 可尼克却深深相信 眼前的男人正是暗箭的真凶 于是当晚他便在夜色之下 一个人偷偷地潜入了进来 谁料此时灯光却突然关闭 就在尼克转移之时 残暴的狼人就夺命而出 眼看危险即将发生 谁知下一秒狼人却直接笑了起来 还邀请尼克去屋内小酌一杯 男人自我介绍名叫埃迪 一进屋他便知道了 尼克是格林家族的后领 还当即表示自己早已喜心革命 现在的他已不再杀人 不仅顿顿吃素 每周还会去教堂祷告 虽然小女孩不是自己绑架的 但是凶手应该是自己同族的狼人 然而他们之间有着互不侵犯的约定 因此他无法给尼克提供更多的线索 可在尼克的好言相劝下 埃迪不得已还是选择了示意援手 在气味的指引下 两人很快便来到了一座森林之中 尼克担心女孩是否已不在人身 狼人是一个对气味十分敏感的种族 为了不打草惊蛇 埃迪于是停下汽车选择不行 并且在动身之前 给身上涂抹了一种名为狼独草的蜘蛛 这可以很好地掩盖气味不被狼人发现 而就在两人磨蹭的间隙 木屋内的狼人已将绑癌的小女孩 放入了地角当中 随着衣柜的开启 可见男人对红衣有着疯狂的偏爱 好在此时的他并没动手地打算 为了让女孩不再紧张 他随即便转身而去离开了地角 来到屋内便将马丁靴处理干净 待一切搞定后 他却突然闻到了同类的气息 与此同时 埃迪两人已接近了木屋 受同类的影响 埃迪的情绪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为了不对尼克造成伤害 又或是自己受性大发将小女孩吃掉 埃迪只好选择暂避锋芒先行撤退 无奈之下 尼克只好拨通小黑电话 很快 小黑便驾车赶到了现场 可就在两人敲响房门后 映入两人眼帘的 却是一个老实木讷的男子 非但没有杀人魔的样貌 更重要的是也没有穿着马丁靴 可尽管如此 两人还是本着来都来了的想法 随即便进入屋内进行调查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狼人的天性就是善于伪装 不仅对于两人的盘问对答如流 并且看着女孩的照片也是内心毫无波澜 见得不到什么有利信息 无奈之下两人只好选择离开 可就在这时 小黑却突然察觉到了怪异的一点 件事情已然败露 男人连忙熄灭了屋内的灯光 两人这才笃定此人就是真凶 然而他们才刚闯入进来 下一秒便遭到了狼人的疯狂袭击 在强大的力量面前 狼人很快便占据了上风 见怪兽打完就跑 小黑连忙持枪追击而去 这才将狼人给成功解决 见狼人隐恨西北 两人不敢迟疑连忙进屋找寻女孩踪迹 最终在地窖下 成功地救下了失踪的女孩 至此这场案件才得以顺利解决 此后尼克来到了医院 他想让昏迷的姑妈早日醒来 告诉他自己看到的一切究竟是有怎样的缘由 而就在此时 他却惊讶地发现眼前的护士很是熟悉 尼克连忙扼住女人打针的动作 不料在拉扯之下却败下阵来 昏倒在地的他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女巫悄然离去 而让尼克不知道的是 女巫所做的一切 背后全是自己的上司在暗箱操作 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杀掉尼克的姑妈 上司又为何与女巫纠缠在一起 一场巨大的阴谋 也即将浮出水面